正好我们小区在做老旧小区改造 还没有完全停 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个雪白的墙壁看上去多舒服啊 多清洁 但是现在被搞成这个样子 感觉 呃 呆在这里都已经有点 这么长时间待下来了 都现在就感觉毛骨悚然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窗户正好正对着 它那个墙的侧面 但是晚上的时候就发现得很明显了 那个灯光一照 感觉好诡异啊 他们晚上的话就是 灯开了以后就是 因为红色的就特别恐怖嘛 好像 红色也按常理来说也没有道理 因为这个公共区好像 也不能自己随便涂的吧 楼道墙面被涂成了大红色 对面单元楼的邻居们反应 到了晚上楼道灯一亮起来 远远看过去 涂成红色的楼道有点瘆人 这个女家比你 看看龙骨 在龙骨里 我对我它这个龙骨是没差的 这里我做工人里 我我里想有一天说工人搞这个喷气 我想去把它不是吗 来看你把外地扶人来到你 把它稍微去地儿了 你不止于去睡 拿大红色涂墙的是这位于师傅 他说因为嫌弃自家楼道的这堵外墙不平整 而且涂料容易脱落 就用自己的喷漆重新喷了一遍 然后在红色的墙面上贴了招揽工程的宣传海报 记者把邻居们的意见告诉了于师傅 于师傅说他没有想瞎大伙的意思 也愿意把墙面改回白色 我本身有几个雨下斗 所以我把它喷了喷 这不估计一下顶纸加密 可以顶纸落滑了 这个地儿没的 那你反正懂工程了 下一个把它喷成白了 随去想回来弄你 他答应是用白色的喷漆 在我们社区这边的话 就是按照以前就是墙的涂料给它涂吧 刷成白色 他以前用喷漆是吧 他什么要求 但是我们这个做不到 我们只能就是按照就涂墙的涂料 那他是搞工程的嘛 就是让他提供原料嘛 这个我们后面会去跟他携烧的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